大家不觉得疑惑吗 明明美国新增确诊人数还在创新高 股市还一直在上涨 有专家还说 市场跟经济数据之间的差距从来没有这么大过 我搜集了一些文章 整理下到底有哪些说法 统整成文章普遍认为的五个可能理由 我们就来看看 你是不是也同意 或不认同 也或许说到了一些你没有想过的看法 第一个 产业在转型 经济衰退的赢家效果超越了输家损失 隔离封锁中 大家不在开车 不在餐厅吃饭 不去电影院 不能参加音乐会或运动比赛 或者出国旅行 许多行业跟公司都处在危险之中 比如一大把文案给听 实体零售商 餐饮业 石油生产商 饭店 电影院 健身房 航空公司 汽车租赁公司 飞机和车辆制造商 商业房地产开发商 等等等等 但是同时 这些需求也许是在转化 就算被隔离 大家使用Zoom这样子的通讯软体 或其他云端软体进行工作 从线上平台购物 看Netflix或YouTube取代电影院 健身房关闭可以改用Platon自行车 用PayPal或其他电子支付来付款 我们也许正处在经济和产业数位转型的历程当中 用户不得不开始使用云端和数位服务 云端运用和网路流量暴增 都已经带来许多公司的超额成长 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以科技公司组成的纳斯达克不止表现最好 比如亚马逊 微软这些公司也在创新高 因为疫情对他们来说反而是大礼包 最后似乎赢家的涨幅 盖过了那些输家的跌幅 第二个害怕错过 以市场大量资金来源之一的对冲基金来说 他们会被相对于股票指数的表现来衡量 如果他们担心随着市场上涨而被抛在后面 就会迫使他们避免落后而买入股票 这就是害怕错过 各券商开户数都出现激增 稍微有经验的投资者 普遍可以想到一些过去的崩盘 跟之后强劲复苏的故事 没有在2019年触底时买进的遗憾 可能会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 市场在2020年已经跌得够惨了 这种害怕错过的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 进一步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总体而言 市场在上涨 似乎所有人都变成了股神 以及排妹最近也开始关心投资 那这个派对何必结束呢 第三个 股市价格并不是实体经济 现在涨的是未来经济以复苏的想象 股市上涨是因为预期未来会更好 没有企业会根据疫苗谣言 去雇用失科工人 但是市场肯定会根据疫苗谣言进行交易 这种二根法解释了为什么失业率 是实体经济的滞后指标 拉开失业率跟股市表现来看 虽然命中率不是100% 但你会发现在失业率的高点后没多久 市场普遍上涨 之后5年S&P500指数平均涨幅72% 而失业率的低点后有涨有跌 之后5年S&P500指数平均上涨了25% 也许人们乐观预计 许多工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恢复 如果这些失业只是暂时的 那可以解释为什么股票市场对他们的反应也没有那么强烈 第四个美联储的流动性支持所驱动 也许股票上涨不是由基本面所驱动 是由美联储的流动性支持所驱动的 美联储和国会通过了价值约2.4万亿美元的各种刺激措施 政府为支持经济采取的行动如此提振了市场 美联储降低利率购买公司债券做大家的靠山 因为利率接近零 尽管存在风险 股票却变成相对收益好的投资标的 低利率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波音公司是一个例子 波音通过债券发行筹集了250亿美元 还表示不需要联邦政府的援助 第五个现在可能是W型反转的一半而已 不是不跌只是还没跌 如果企业业绩或收入没有像最初预期那样反弹 或者疫苗突破没有实现第二波感染 迫使城市陆续又开始重启大规模的隔离封锁 那么这种V恢复很快就会变成W 也许投资者都错了 市场也错了 人们太乐观了 在听了这五个理由后 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一般来说 人们通常会想如果经济好转股价会上升 如果经济恶化股价会下跌 我们来把难度提升下 大家跟上来 这个看法所支持的观念是 公司的股价大概等于它的 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总和 简单来说 就是把公司未来可能的收入 都预测算进现在的价格内 也因此这个概念上 如果未来有好的经济发展 自然提升了公司的平均股价 经济好 让商业市场的大饼更大了 就算大家不做什么 排除很多复杂的因素后 现有市场份额也可以增加收入 相反的 经济萎缩时股价下跌 因为意味着整体大环境销售下降 导致公司消耗现金 收入却没有增加 好了 也许你也有不一样的想法 留言你觉得 A股市会继续涨 或者B股市很快将要回调呢 我们下期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